明星星大跟班傑 一起去澳洲就會想起陽光與海灘 今次帶大家遊走維多利亞州最南端 坐船出海看海豹和斷顏 還有超美的沙灘打卡 威爾遜甲國家公園位於維多利亞州的東南部 佔地505平方公里 可以一次過看到不同地形景觀 更是不少當地人的露營勝地 一進門口就有小型超級市場 有齊各式各樣的露營用品 還有不同乾糧及急凍食品 忘記帶東西都可以立即補給 還可以買到手上 這次我們就參加了Wilson's Palmetry Cruises 體驗兩個半小時的出海之旅 成人票價是澳幣145元 16歲以下就95元 還有家庭套票 導遊會派發紅色的全身服風衣 給大家上船穿 簡單講解完之後 就會走去Norman Beach上船 需時大概5分鐘 這架就是正間出海會搭的船 是世上第一架定制的兩棲船 水陸涼用 每架大概可以載30人左右 上船之後除了降界安全措施之外 還會派賣雲浪園 非常貼心 整個旅程可以欣賞到澳洲南部的海岸線 還會見到不同地質景觀 每一個都非常壯觀 沿途導遊還會補充不同地點的歷史知識 可以看到像畫般漂亮的風景 已經超值回票價 還可以見到超多海獅 我們出海那天比較大風大浪 所以搭船時都有一定離心力 好像玩過山車一樣 非常之刺激 我想說大浪時 水浪是會直到上一架水浪油 剛剛吃了極大豆 又跑衰 由於船程比較長 所以怕會暈船浪的你 最好就吃幾粒雲浪園 國家公園裡面有多個沙灘 其中一個最多人來打卡的就是Squeaky Beach 它的名字由來就是因為這些白色的石櫻沙 一走上江沙上面就會發出咿咿咿聲 可見沙是有多幼細 不少當地人都會在這個沙灘滑浪和游泳 沙灘亦都有提示叫人不要隨便攀石 以免發生危險 看著這個一望無際的海灘 起足一個間奏真是非常之簡